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吧 然后有国家机器 有法律 有警察 有军队 是吧 那么现代 然后才有现代的这种战争 我们说现代战争的组织者是谁啊 他是国家 是吧 这才是现代社会的现象 大规模的现代的战争 民族国家的战争 所以这个 还有军事等等这些东西 这都是现代的产物 在古代社会当然也有 古代社会其实也有 但是呢 现代的这些组织呢 它是以更加规范化 更加有效率的 这种方式建立起来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现代社会呢 它 以更加 广阔的 更加这种复杂的方式 来建立各种的社会的组织体系 是吧 在外部世界我们看到是这样 那同时呢 现代的是我们的一种观念 这个观念就是我们觉得 现在比过去更好 同时现在呢 要面向未来 一直要向前发展 而且我们相信未来会比今天更好 所以我们不断地奋斗 不断地努力 不断地工作 是吧 从我们当今来说 每一个人他都是现代的人 现在都结束了一个现代的观念 那你从小学 你就要升到高中 升到中学 中学你要升到大学 是吧 大学你 然后你再往上升 是吧 升到研究生 是吧 女孩子读到了硕士 那么就不一定读博士了 是吧 读博士可能今后 一些这个 各种问题啊 就会有困难 是吧 这个男孩子他还要读 是吧 读完博士 读完博士 找不到工作 然后就到处找 是吧 所以这个 但是呢 他总是要往前找 往前找 所以大家读过这个 歌德的福士德 是吧 这个 摩菲斯特啊 上帝的摩菲斯特 打赌 魔鬼 摩菲斯特是魔鬼 是吧 福士德 他是要和福士德打赌 是吧 福士德 是要这个 不断地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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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福士德的精神 就是一个现代的精神 他永不倒下 他永不倒下 所以这样理解 大家就很好理解 是吧 现在就是这种发展 所以我们过去叙述历史 都是这样 历史是不断进步的 是吧 那么 大家在中学学的观念 就是现代性的历史观念 奴隶社会 封建社会比奴隶社会先进 战胜奴隶社会 资本主义 战胜封建主义 是吧 社会主义 又战胜 资本主义 最后共产主义到来 这人类一步一步的前进 是吧 这个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也是 马克思主义历史为主义 也是一个经典的 现代性的 这种观念 这种历史观念 它就是 新的比旧的好 那么进步的比落后的好 有一种进步的观念 所以后现代 它就不承认有进步 他认为你现在没有进步 他认为你说 这个飞机飞得这么快 有什么用吗 是吧 那能给我带来幸福吗 环境破坏了 是吧 那么到处是洪灾 到处是干旱 那么天上跑出九个太阳 是吧 这后果怎么样 我们现在知道 冰川在融化 石油快空结 是吧 然后受危机到处存在 是吧 朝鲜 北朝鲜 也搞出了后期了 是吧 北朝鲜搞出后期 这次克林顿到了北朝鲜 那么据说这个领导人 朝鲜警长对克林顿说 克林顿先生 请你放心 我们的货武器打不到美国 我们只能往 往哪边打 只能往西边 西边一点 是在我们西边吗 西南边 西南边 只能打到 往西打一点 只能往西打 打不到那么 我们的射存 最后几百公里 一千公里 那么 这是谣言 我觉得这都是 人们编的段子 开玩笑 大家不敢相信 不要相信 但是这些 核威胁 对全世界 就是现在地球上 所拥有的核武器 是可以让地球 爆炸三千次 爆炸三千次 摧毁了三千次 那么我们可以看看 这些核武器 如果流进 恐怖分子的手里 那是 不可思议 危险 实时都存在 所以基登斯 就认为 现代性的时候 基登斯 这个是英国的一个左派 是当年英国首相 汤尼布莱尔的顾问 是英国的一个教授 英国 叫做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的原来院长 在西方国家 他这个 领导人 他有他的顾问 这个顾问 就像我们过去的 这个皇帝的老师一样 他是要问证的 要是向他问证的 他那一步 经常端一把小板凳 听这个基登斯 给他上课 走第三条道路 他写的 他就是对现代性 是充满了高风险 他那位现代性的反思性 这种反思的累积 而且反思本身 他是不断地强化了 这样一个反思 对反思的反思 这很多都存在的一种 就是说他无法 无法停止 你反思的还要反思 所以现代性 它是充满了高风险 所以我们很难说 现代的社会 进步这个概念 你对于保持 后现代观念 他认为是不能沉溺的 不能沉溺的 他认为古代 是吧 这个一亩三分地 老婆孩子勒看头 那日子非常幸福 我也经常想 如果说我在农村 有一亩地 是吧 那么站在耕地 是吧 然后能够讨得上一个媳妇 那日子过得挺好 自己养猪养鸡 是吧 只要地主老财 不来这个 不来剥削就行了 那么对于后现代的人说 他会持这种观念 所以大家会看看 在到国外去 你经常发现一些印度 印度那种寺庙里面 你发现很多人 印度人 一辈子 我上次去新加坡 去新加坡的一个 印度的寺庙里 他就坐在那里 打着吃脚 光着上身 就坐在那个寺庙里面 有个人告诉我说 他十年前 他到新加坡大学的时候 这个人就坐在这里 十年后他还坐在这里 还是光着上身 他觉得他这种生活观念 非常好 他觉得他这种生活观念 非常好 是吧 那么有一个非常有钱的人 这个故事没跟大家说过吗 一个非常有钱的人 在海边啊 他非常有钱 是吧 这个CEO啊 CEO啊 他这个在海边度假 在海边散步 带着非常娇美的 这个夫人 是吧 妻子 二十几岁 是吧 然后在海边散步 散步呢 他看着一个人 躺在那里 晒太阳 是渔民 他说哎呦 你这个渔民 为什么不出来去打鱼啊 他说出海打鱼 他说我为什么要出海打鱼 他说出海打鱼 你就可以赚钱了 他说赚了钱呢 赚钱你就可以买 更大的渔船了 买了渔船呢 你就能打更多的鱼啊 啊 就可以赚更多的渔船呢 啊 就可以买更大的渔船呢 然后呢 然后你就可以像我这样 是吧 到海边散步 到海边晒太阳 他说我已经在晒太阳了 所以这就是一个后现代和现代的差异 这个现代他不断的奋斗 不断的奋斗 是吧 然后这个在海边这个散步啊 在太阳度假 是吧 周末坐了飞机 冒着被恐怖分子炸掉的危险 去海边散步 结果人家已经在海边散步了 他海边打点鱼 自己拿开水煮一下 是吧 然后就躺在海边 然后 这挺好 所以这就是后现代 是吧 所以大家呢 有时候考试 是吧 当然要努力学习 这个基点一定要多 是吧 考拥 但是有时候不想 不凡想一想后现代 是吧 快乐 幸福 是吧 自我感觉好 这个是最重要的 所以后现代呢 他重新去审思 现代的那种进步 竞争 是吧 那种 优势 是吧 那种成功 后现代他经常去质疑这 所以这一点有时候 后现代的观念 作为 当然不一定完全 完全按照后现代的那种方式 这个就完蛋了 是吧 大家就都不要干活 大家天天都赚着晒太阳 是吧 天天这个 都不进步 这个都反对进步 对进步的人就说一些风凉话 那也不行 但是有时候 大家不反后现代一下 是吧 就考 而我考不及格 也没有关系 是吧 这个很好 是不是 这没什么关系 那么为什么一定要到哈佛去读书呢 是吧 到新疆四合子去读博士 也可以嘛 是不是 这个 所以就是 后现代给大家提供了生活的多元选择 所以他叫做多元选择 多元文化 他强调多元 强调不同的个体价值 所以到了 后现代的伦理学那里 就讲了他者的伦理 对他者的无限的一种关爱 所以这我们以后 讲课中可以 经常可以谈一些这种好玩的东西 所以 所以这里呢 就是我的观点呢 我对我们现代文学的 当代文学的一种反思呢 用一种现代性的视角呢 我是会引用了历史化的这个概念 我会把它看成是一个历史化的过程 就是说我从后现代的视野来反思 我们的文学的这样一个过程呢 它是一个极尽现代性的过程 这个极尽的现代性呢 它不断地要建构一个历史化 就是说 我们1942年之后 在毛的讲话之意下 我们社会主义文学 一方面在建构自身的一种历史 就建构 社会主义的一种历史 它建构 它用它的一种叙述的方式 用它形象的方式 用它情感的方式 建构起了一个完整的 现代的中国的历史 这个历史 从新民族主义革命 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进步 这个历史在我们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文学中 它反映得非常完整 党领导人民 如何推翻三座大山 打扮日本帝国主义 赶走了国民反动派 建立了新中国 人民当家做主 获得幸福 这是我们经典的社会主义的叙事 就任何一部作品 我们都可以归纳出 这样一种主题思想 这就是一个历史化 又建构了我们的历史 大家如果去看一看 香港的文学 台湾的文学 台湾的文学 就把我们的文学叫做共匪文学 是吧 他认为我们 他对我们的历史的书写 就认为自从解放以后 我们人民就受苦了 是吧 就受苦了 而我们说台湾 是生活在水生活的之中 是吧 这个我们叙述的事情 大家会发现 那客观 历史的客观性在哪里 历史客观性在哪里 是吧 所以我们会发现 文学它是在这样来 要建构一套 政治的合法性 政治的合法性 那么历史化 这个概念是来自 这个 杰姆逊 它有永远的 它有永远的历史化 它有一本书叫做 政治无意识 这个 弗里德雷克 杰姆逊 它在我们中国的影响非常大 是中国最 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好 我们关于后现代里的也好 这个杰姆逊是一个影响非常大的 这个 学者 有很多书也翻成中文版 所以文学的历史化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文学叙述最终会建构起 可理解的历史性 那么现实主义文学通过再现历史的方法 使得那些讲述的内容 成为客观的历史存在 并且使之具有合法性 这个大家理解吗 这段话 就是说我们其实历史 你说共产党掌握了政权之后 是吧 这个历史到底是什么一个历史 那么对于 出生于贫固农家庭的人的时候 他觉得它是翻身做主的历史 所以你看看图改的小说 是吧 看看这个革命战争年代的小说 它就是要建构这样一个历史 使得领导人民 打倒地主阶级 国民党反动态 这个历史是合法的 这个历史是避狼的 所以它是一个客观的历史存在 使之具有合法性 是不是 大家知道在中国传统社会 或者说在国民党的时候 政权它只到县这一级 只有县长 县官 底下都是自治 乡生自治 乡生靠什么 就靠那地主 所以地主都必须是在当地 有名望的人 都苏人 是吧 他们德高望重 他才服众啊 是不是 你有很好的口碑 大家才服你啊 你在乡间呢 他靠什么 靠中族 靠族 还有祠堂 是吧 中族 家有家法 族有族规啊 是吧 你这个不听话 孩子不听话 就是族法来诚治 要偷盗 族法来诚治 要通奸 族法来诚治 所以我们理解的历史化呢 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就是第一呢 文学给予一种历史性 文学也总是生成一种自身的历史性 并再现出客观现实的历史性 历史化的文学艺术 也可以反过来历史化现实 是吧 所以就其具体文本而言呢 文学艺术对其所表现的社会现实呢 具有明确的历史发展观念意识 文学艺术所表现的历史具有完整性 就是说现代性的文学 社会主义文学的 或者说革命文学 它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性的文学 就它有一套完整的历史观念 这个历史观念它是非常明确的 就这个历史 就是一个革命的历史 就是被压迫阶级 要推翻压迫阶级的历史 那么这个历史必须要成功 我们必须要迎来胜利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未来 而且呢 未来会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所以它这套观念 都是非常明确 非常清晰的 所以文学叙事 所表现的历史呢 它就具有完整性 所以不断强化着历史化 才使得中国当代文学 具有如此宏大的社会能量 具有前所未有的重建 当代思想情感和想象能力 也正是历史化 使中国当代文学成为 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 一个极重要的 有机组成部分 所以这个历史化 我说以这样一个 历史化的地图来展开 1942年以后 或者1949年以后的 17年的文学 这是全面历史化的时期 那么文革时期呢 这是超级历史化的时期 文革后的新时期呢 是再历史化的时期 90年代以后 是去历史化的时期 当然这个再和去 都是相对的 所以我们可以在 对这样一个历史的 阐释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们内在的 还是有它的反复和关联 所以我把这样一个 42年以后的历史 到新世纪的 当下的文学史呢 从历史化的角度的梳理出 这样一种结构图 所以在我们文学史叙述中呢 要把握的要点 有这么几点 第一呢 就是中国当代文学呢 与中国现代文学 有着一种 一脉相承的关系 这种关系只有放置在 历史化的块钱中 才可以得到解释 中国当代文学 历史化的展开 采取了不断激进化的形式 与之相适应 中国文学也从 现代的自发历史化 转向了当代的 激进历史化 当代文学只有在 激进的历史化中呢 才能被理解 其三 解释中国现代文学 向中国当代文学 转型过程中 所包含的沉寂与断裂 这种沉寂与断裂 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 与中国当代文学之间的 内在差异与紧张关系 它使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中 充满了一个又一个的 政治运动 这些政治运动 不是外部强加的 而是中国当代文学 要确立自身的 历史化起源 就不得不进行的内在革命 OK 好 我们今天上到这里 谢谢大家 下次再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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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